科技指數其實是 之前見到幾乎近兩個月的低位之後 有一個報復式的反彈 剛才有提過的就是國常會有點名撐平台經濟 加上中美傳會談到審計的第一個問題 那麼多隻的科網股 究竟我們應該是哪隻值得追 或是值不值得追或是加碼 怎樣去選擇呢 會不會是從之前公佈的業績裏面 哪些比較好 例如昨日你見到新加州比較多是京東亞里 或者即將博取出業式的微團 我們應該去怎樣選擇 或者哪一隻你覺得真的更值得追 當然啦 我想氣氛上整個版法都理好了 剛才提到國常會那邊 也說到支持平台經濟 至少對比過去很多時候的會議 說要監管要規管 各樣東西要整頓這些字眼來看 是正面化不少的 其實這也很紅了 在過去幾個月 大家開始覺得會減少監管 那樣東西是配合的 各方向 所以這件事對整個行業 都要有利好的刺激 因為至少當然 不是說下下 立即營利很高的增長 但是你不需要再打壓監管 反而是慢慢會支持的 只要你是正規健康的發展 其實可以的話 我覺得對整個行業來說是好的 所以你說約了這麼久 跌跌了這麼多 各位都說 每逢有這些政策的監管 是減少的因素 其實炒發一些可能 國際的修復 其實絕對有這條片 所以我想第一下這些因素 整個反法都會是正面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 二以來當然也一樣 剛才提到 可能中概那邊的因素 當然這個就真的要看看 是不是事實來的 因為 始終變數都挺大的 我又覺得 美國那邊 你也近過中期選舉 應該就沒有那麼容易是一來 反而這個要繼續再看一看 但是也一樣 我想如果真的OK 其實對整個反法都是你好的 但如果剛才Irene問到 就是裡面究竟選哪一隻 或者哪一隻可以偷 是選擇一些接著業績 未出業績 還是怎樣看 當然 如果你說從短線角度來說 你出了業績 那個變數就會比較少 因為你可以看 你不用怕 這刻你搏完反彈 可能明天就業績 又不知怎樣 所以如果你說這樣選擇 當然出了業績 那些好像是好一點 但我覺得更加細緻一點 就是看什麼行業 因為始終科技類也很闊 或者平台經濟也很闊 正如你所說 為何昨天你看到 可能剛才提到 阿里亞、美團、金融 這些彈得比較厲害 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是關於行業性的一事 如果相比騰商 為何這幾隻這麼強 正正因為他們都是 偏向一些內需消費為主 其實都是傾向 有炒在內地政策的因素 而不是只是平台經濟 因為昨天刺激經濟的政策 其實有些都是內需消費 即是供經濟那類 其實過去也說過很多次 如果你以平台股來說 科技股來說 這幾隻始終牽涉的 比如阿里京東 就是電商 你未團的 其實也有些電商 團購、餐飲 這些全部都是消費類別的 如果你說有刺激經濟 對這幾種行業 是會受益的 各位也說過 反而你反過來說 對遊戲 可能同商一定不會受益 因為也不會打遊戲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分 就會選擇哪一類別 尤其還有大股東沽貨 沒錯這些都是 所以如果你說 看行業性來說 是同意的 可能剛才提到這幾隻 會比較好些 當然升級度更高 譬如京東 因為京東壓力出了業績 但京東業績是可以的 而美團是未出的 這就有少許變數 所以三者如果再看行業 可能京東會是最貨性的稍微大 但是那個策略應該是怎樣 看到昨天一成一 今早現在暫時 盤前都再升了 2.7% 到達253元 如果已經有貨 可能很幸運 低位罵了 那是否都可以繼續保持呢 如果未有貨 追的話 策略應該是怎樣 有貨當然我覺得可以繼續保持 因為彈到這些位置 特別是昨天一棍 升穿了50天線 開始迫近過去六月的平台部位 大概是2.6-2.6的位置 所以我想你可以看看 能否破到 或者繼續保持一下 但未有貨 我想有兩個策略 要不就等它下回2.4邊 即是低一點 可能是2.4多的位置 才去考慮 那你就驅逼它 可能試回2.6樓上 第一個目標位 如果能破到的 那就等於整個環區間 再抹個格 那就更加之好 我想這樣就會合適一點 二來的 如果你不想等的 那我寧願就等它破了位置 可能真的升穿2.6樓上 你才去追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想現在升了一大棍之後 現在這個位置 可能看一看才去部署 比較合適一點